我再给大家重申的事情 现在俄罗斯叫世界跌破了眼睛 大家认为整个俄罗斯的现代化战争 立体化战争 所谓的AI的战争 到来的时候 对这个基辅周围 这种突然的袭击 立体化的打击 几乎几个小时的事 不会超过一天 但是俄罗斯军方并没有这么采取 这些作战 最传统的就是直插式包围 然后分别包围 然后天空空军作为轰炸 然后战略性威胁 然后虚假信息喊口号 这是传统的 不用再传统了 5000年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 你看看一个这么强大的 一个完全的 可以说是一个撞钉 一个拿着枪的兵 再打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结果是如此是悲惨 这个孩子躲猫猫哭 示弱 引起了全世界的同情 一下子拖到现在 这已经是传奇 反过来说到台湾 现在习太阳 大家都看着 哇塞 原来这样 原来这样 他一定是把他第三个方案拿出来 咱必须快干 快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不顾及世界上什么人道人权 什么不顾的老百姓 他就不考虑这个了 而且是最快的办法就是导弹 就是导弹 甚至准核武器 现在和导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 空间 比如说一个导弹的杀伤力多少 有没有核杀伤力的这种作用 带不带核材料 你很难确定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特别是中国有很多这种模糊的 这种杀伤力导弹 那直接就给你过去 直接就把整个台中东半岛所有的军事设施 然后整个是高雄台北的所有的主要政府机构 军队属在地他就是给你来个狂轰乱炸 这种炸的时候可能是非常之快 连的炸上几个小时 十个小时 台湾肯定有一桌极为猛烈的反击 台湾这个时候就一定是对大连 福建 上海等沿海 广东 江西这几地 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的 一定会上 而且可能还会占优势 大家别忘了 今天的乌克兰真正的营事 还是北约在后面撑着它 还是北约用了技术上的资源 和美国派出的就技术上的部队 这叫什么代理人战争 就是何欣老大在旁边指导呢 就像两个拳手旁边有教练 而且给递水递茶的 是吧 这要不然乌克兰 他一个小时也撑不住就完了 老百姓也懂 泽连斯基也懂 台湾这个是绝对不一样的 台湾如果说能撑过三小时 我觉得台湾就赢了 不用撑过一天 为什么 美国日本一定上 一定上 澳大利亚这连续 一定上 甚至是直接参与战争 而且如果上的话 我说过三分钟 美国要是玩很多 三分钟 就共匪的三万多个基地 你绝对从天上就下去了